汉密海洋岛 我现在是在辽宁省大连市滨海大道大连段 辽宁滨海大道是全国最长的沿海公路 全程1443公里 连接着大连 丹东 银口等六座城市 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沿岸几百公里的美丽海岸 还能感受滨海大道给这些地方带来的无限火力 一条公路横穿六座城市 一条纽带牵动沿海区域发展 随着这条公路的延伸 辽宁转身向海谋求发展的希望与无限火力 如灌溉央苗般 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沿海各个县市 就连我国黄海海域 距大陆最远的岛屿 大连长海线的海洋岛 也因为它的辐射带动作用 悄然改变着过去的样貌 现在我是在开往海洋岛的客运船上 今天早上八点二十分 我们从大陵港出发 经过了四个小时的航程 再有五分钟就可以到达海洋岛了 但是听船上的老船长讲啊 过去您如果想来一趟海洋岛的话 非常的费事 早上六点钟出发的话 点到深夜才能到达 用将近十二个小时的时间 但现在不一样了 航行的时间大大的缩短 只用四个小时 而且过去两三天才能等来的一条船 现在一天都有一趟船往返 但是交通的变化 只是岛上变化的一部分 而其他的变化据说是更为巨大 所以今天就跟着我们的设置组 到海洋岛上去 一探究竟吧 海洋岛 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的 长山群岛最远的外岛 东与朝鲜相望 全岛面积18.98平方公里 距大连港 足有76海里 即便是到 长海县政府所在的 大长山岛 也有34海里的距离 过去的海洋岛 就像一颗隐藏在深海里的珍珠 少为外人所知 随着交通的发展便利 它的神秘面纱 正一步步地被揭开 海洋岛是长海县 五大岛屿之一 也是最靠东边的一个 往我的身后看 你可以看这弯弯的形状 就像马蹄一样 降潜在黄海之中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 大大小小 停泊了很多的船只 但是据岛上的居民讲 如果他们的船全停下来 可以铺满整个 海洋岛下面全是宝藏 最珍贵的就是 海参鲍鱼海胆这样的海参品 但是要将捕捞它们 非常不容易 必须得下潜到水底 进行人工的捕捞 我们今天就出海去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艘捕捞船 见识一下岛上人 是怎样进行潜水捕捞的 出发 海洋岛地处 北温带寒流交汇的水域 水质清澈 耳料丰沛 是海珍品生长的宝地 祖祖辈辈 生活于此的海洋岛人 总结出了一套次举的办法 来收获这些来自海洋的宝藏 我父亲就是从事海洋 就是打捞的 就是说捕鱼的那种 过去海洋岛人 没有说是潜气捕捞这一摊 没有 就是主要是以打鱼为上 朱志健 是地地道道的海洋岛人 就像很多海岛家庭一样 男人们为了扛起这个家 常年漂泊在海上逐迅打鱼 父亲在朱志健儿时的认知里 更多的是赋予自己名字时的那份期望 26岁的他并没有选择外出闯荡 而是看准了时机 当上了一名浮潜捕捞船船长 就是说携带的海洋瓶捕捞的话 就是说总值比较多 现在的逐步私传 就是说认识这些海洋瓶的东西 逐步才能模式化 但是由浅气 浅气潜水源下去补捕捞 这个的话是多少米的潜水浮 这个四五十米往里头行 四五十米都往里头行 这个是配重浅棍 这浮潜捕捞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行当 个个都得学浪里白条 海中高手 不仅要水性好能吃苦 最关键的 还得是有丰富的海底作业经验 王玉巡就是这行的老把士 虽然不是岛上升海里长 但是来海洋岛从事浮潜捕捞作业 也有十来个年头了 也只有像他这样的老师傅 才懂得怎样应对海底出现的 各种突发状况 这一块我看带了一把刀还挺锋利的 这刀有什么用啊 这个刀是防止在水下有绳索 有网锯缠 它是用它杆 割绳子用的 您过去碰到过吗 遇到过 那当时情况是什么样的 它是缠网锯上的 它是下这个网 绳索 破绳子什么 用它杆 没有这个刀 没有这个刀就可以自己评感觉 就是让山背 背壳什么的 都非常锋利 还用它自己想 沉重的随身设备 略显简陋的潜水库 光是穿戴旗帘 翻身挑入只有几度的冰凉海水中 对一般人来说 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海岛人 就是凭借这些简单的工具 潜到几十米深的海底 才补海针 收获希望 就像是跟这片大海达成的默契 一头头厚实的辽刺身 一只只肥美的野生豹 一个个硕大的紫海胆 这些都成了大海 给予海岛人付出艰辛的回报 我看这时间也就过了七八分钟了 很近啊 这么短的时间 能捞上东西吗 东西上来了 看都有什么 这么大道 全是 天哪 累吗 还挺 我感觉您这下去也没多长时间 就捞这么多 收获很大呀 这不算多的 我们这个资源丰富 您过去最多的一次 打捞上多少 几百斤吧 几百斤 刚才那这些都有多少斤 真的是二三十斤 二三十斤 虽然 由于捞捞时间短 太小了 海针品收获的数量受了影响 但这捞上来的质量 可一点没打折 赶紧见识一下 这片海的收成如何 这个 这么肥 这也不是属于最好的海参 其实在这个水域里边 这还不属于 我们这个地方还有更大的海参 这里边还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比这个还肥的海参吗 还有 那咱俩把里边的东西全倒出来 看都有什么宝贝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刚才也见识到了 这海参特别的胖 好像跟我们印象中 在超市 或者在商店里边 见的那个不一样 这有什么 门道 因为海洋岛的水质比较好 再一个是海洋岛的水比较深 一般海参在海洋岛的区域 就是在30到40米之间 因为海洋岛的海参 好在哪里呢 就是好在水深 就是能产生海洋岛的海参 这个皮质 皮质特别特别厚 肉质特别肥美 皮质厚是吗 我摸了一下 还挺硬的 感觉挺有弹性是吗 能跳这么多 跳好高啊 这样摔的不会死吗 不会 海洋岛海参 由于生活在 纯野生的深海海底 生长时间长 营养积累充分 这就造就了它 刺大皮厚品相好 弹性紧实 有嚼头的特点 尤其是在受到外界刺激后缩成一团 活像是一只刺猬 倒在船上 就会立马跳起来 就像是在跳舞 当地人都管这叫 会跳舞的海参 其中更是拥有稀少的六次海参 营养价值极高 品质为疗参之首 但是说怎么能看出来 这是海洋岛的海参呢 我们岛这个海参呢 肉质 你看这个刺 就是圆光光的 这是野生的海参 因为还有一个呢 是看这个刺 排刺 你看这个海参的排刺 你看 一道 两道 三道 四道 五道 六道刺 刺数越多越好 就是在哪呢 能体现出这个海参的年度越长 因为海洋岛的海参呢 在哪就是到 五到六年 能采补 这是采补一个正常的刺 从这么大点开始长的情况下 能躲避天敌的 能成活下来 就是说海参王一样 躲避不了呢 一遭就 小虫一遭被消灭掉了 就被淘汰了是吗 感情在海洋岛的野生海参 自打降生 就得在海底复杂环境中 自力更生 一路披荆斩棘 历经堪比唐僧取经般的魔力 方能修成正果 长成一头合格的极品疗参 其珍惜程度可见一般 建设了海洋岛的王牌海参 就不能不提 名气跟它在伯仲之间的 二号当家海针 鲍鱼了 海洋岛这片海域 不仅有会跳舞的疗参 同样也是 极品野生鲍鱼生长的天堂 这个是鲍鱼 海洋岛的鲍鱼 这鲍鱼好飞 这是属于两头一进的鲍鱼 两头一进 两头一进鲍鱼 头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头吗 为两个 两个鲍鱼没一进 我以为就是它们长这么大 按头笔呢 就是一头两头的意思 海参品一种说法 说法 几头几头鲍 几头几头鲍 因为海洋岛的鲍鱼呢 几乎都是在海底 自然繁殖的一种鲍鱼 这个鲍鱼 最起码得有六年 才能长这么大 六年才能长这么大 这个鲍鱼 这个有年轮吗 这个是看这个孔 这孔是什么讲的呢 就是几孔鲍鱼最好 一半好像是九孔鲍鱼最好 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孔鲍 这是还没生长出来 没生长出来 六孔鲍 这也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非常不错 九孔鲍鱼是几手几手 极品 虽然是鲍鲍鱼 但大哥我觉得你不互当 你一直说这个好吃 那个好吃 我给你控一个看看 我能尝尝吗 能 先从鲍鱼开始吧 鲍鱼也能生吃 鲍鱼生吃 比任何海鲜皮都好吃 因为特别脆 给你切开你尝尝啊 来 看一下 这么厚 但这一片挺大呀 摸起来特别的硬 它的口感特别特别脆 而且还有一个不塞牙 是不是特别鲜 跟我想的味儿还真不一样 确实是吃起来特别有嚼劲 还有弹性 我算太咸 但是有点咸味 这咸味我觉得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刚才您给我清洗 是用海水清洗的是吧 对对对 就是如果在餐厅吃的话 您可能是蘸酱油 但是在海边吃的话 你就直接蘸海水就行了 咸味就足了 这种圆汤化圆时的生猛吃法 着实有些彪悍 不过外行也就吃个热闹 那一行才能吃出门的 随着人们对海珍品认识的深入 以海参鲍鱼为代表的海珍品需求量 逐年扩大 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越来越多的岛上人 放弃了原来漂泊远洋 竹汛打鱼的生活方式 倚仗着海洋岛这片慷慨的海底宝藏 首家在地 干切了捕捞海珍品的营盛 然而 一味地索取 再丰沛的海底宝藏 也总会有不再慷慨的一天 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人们 更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看得更远 想得更多 近年来未雨绸缪的海洋岛人 在当地积极推广虾仪善贝的海底播种增值 像放牧一样轮休 好比是赶着牛羊去特定的草场放牧一样 建立可以人工控制的海洋牧场 我们刚才非常幸运 正好碰上了一艘波苗船 这位呢 就是波苗船的负责人 宋队长 孙志长 你好 你好 是这样 我们刚才看见有很多的这个 白色的这个箱子被搬上来 这里边装的都是什么 是扇贝苗吗 是我们收购的扇贝苗种 很小哈 这扇贝苗是有几个月能长成这么大 这个 从今年是寸鸡收购 如果是秋鸡收购是六个月 今天收购是十个月吧 十个月 对 十个月的扇贝才长这么大 对 那这样是多大 长成多大的扇贝才有 那个资格被放到海里 三公分往上 这种 基本是寄准 你就有一寄准 那收货这些是大概能有多少 今天呢 我看这个量也很多呀 这些啊 这些一千不到两千多万枚吧 两千多万枚 对 万枚是按万枚计算的 真是没有想到 说以千万计的扇贝种苗 一框框的播撒到 这片岛上人足足备备 赖以为生的海域 同时播撒下去的 还有海洋岛人对大海的反补 对海洋资源永续开发的期望 一个扇贝的成本价 大概收购是多少 收购价是像近年可能是六分钱左右 六分五到六分到六分五 一枚 一枚是吧 捕捞上来的扇贝 那样的品质的话一个基本上能卖到多少钱 那个上倍吧 我们现在顿值是四万多 就是二十多一斤 一斤 大的话可能 你看那个大倍 可能就是一斤就一个 小一点的可能是三十个 就是六七块钱一个 六七块钱一个 天呐您看啊 这个是六分钱左右的这个成本 然后等到它涨成的时候 这个价钱翻了相当于是多少倍 十倍 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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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我觉得像这片海洋一样 就像那个海底银行似的是啊 相当于是 我们是把这个钱放在里面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 它自然就生产利息 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 就是这个概念 海洋岛人把这片丰饶的海域 比喻成海底银行 顾名思义 在这片海底投放的一颗颗小苗 悄悄地生长着 一起长大的 还有海岛人对丰厚回报的期待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历四季轮回 采日经月化 一批批的新扇贝小苗 拨洒到海底 海底扇贝一天天地长大 眼看到了收获的季节 从海底银行取钱的时候到了 船长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能到指定的海域 大约四分钟 船长李宝强 是个有着二三十年经验的老把头 年轻的时候 在远洋渔船上打工 跟船出海 一去就是一年半载不得返 如今 倚仗着这片海底牧场 李宝强带着手下的一船兄弟 按时上工 定点下往 按部就班的 从海底银行 汲取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收获 对 我看那个大海 都一样 也没有什么坐标之类的 您是怎么判断出来 那块是您要去的点 围岛 围岛围岛数 围岛数 是对这个是吗 对这个 我看这个屏幕上 分出了不同颜色的区域 这什么意思呀 这哪块扇贝多 哪块扇贝少 它有着红色代表什么 就是15年博蓝苗 黄色又是16年的 海洋岛人采用海域轮羹的作业模式 将整片海域按照经维度 经去划分为不同的作业区域 轮流进行种苗播撒和捕捞作业 平均周期为三年 这样那些没有人打扰的区域 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 清晨的大海 现在就是到达了指定的区域 准备下网了是吧 对 我看这个网 好像跟平时看那个网都不大一样 这都是铁网是吗 铁网做的 它为啥够铁网呢 它海底 它有这个平底 有泥底似的 有沙底似的 它有这个硬底似的 所以说够这个铁网这个抗膜 现在是下网 下网 大概在走多少时间可以收啊 八九分钟 八九分钟 如果这八九分钟的话 一般按平时的那个预计的话 能收获多少 预计平时的预计动手吧 这个三千斤 有时好一好 二八千斤 随着村长的一声令下 揽绳搅动 只见鱼船两侧伸出的钢架上 吊着的四米宽 六米长的铁环大网 被缓缓沉入海中 拖行多长时间在海底 拖行十来分钟 十来分钟 对 那十来分钟的话 起网能收获多少呢 收获 我收获 你讲那个 拉这个没开窗 这个网吧 小铁网的 这两个网到时候 是不是全可以装满 基本上大部分网 装满就掉本来了 大约五六分钟后 船长下令收网 工人们从海里 钓起沉甸甸的铁网 网里已经装满了扇贝 海洋岛的海产品捕捞船队 一年捕捞的各类海产品 能够达到五万吨 平均每条船的财补量 都将近两千吨 大家看这儿 怎么样 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扇贝 就是今天的收获 还行不错是吧 我看那扇贝顿都挺大呀 对 这是哪年的贝 一五年 一五年的贝 你怎么划断出来的 基本看这个数 数这个一年一年 一年度 什么意思 到这是一年的 到这是一年的 对 到这一年一年半年 一天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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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 如果我们去市场挑选扇贝的话 也能用这种方式吗 看这个圈 也能看出来 它部分是这么大 这个山贝长得快 它如果中间再有磕 就是两年三年两世的 大家听见了吗 挑选山贝的时候 咱们传长告诉咱们一个经验 长到这儿的是一年的 对对对 如果您想买大贝的话 你看一下这个 一年一年不下就走 到现在已经六年的时间了 长这么大 精华 太肥了 太肥了 我这全吃了吗 不用全吃 在外面有点泥沙 它刚刚拉上来 它有点泥沙 你主要吃这个地儿 但大家看 你可以直接吃 跟我的那个大拇指做比较 这么大的扇贝 天然味道 蟹 天然味道 来 好 你那么可以吃 蟹 是很鲜 而且吧 还有一种海鲜的甜味 咬进去了以后 整个肉都很糯 但又很有嚼口 确实是个平时 在市场上 是加了很多国料的 那种海鲜味道